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人生 一个探索未知的频道 正在行驶的轮船突然测返 但船舱内却播放着禁止离开的广播 感到的海警无疑上前救援 好像要故意置乘客于死地 2014年4月16日早上8点多 位于韩国冀州海峡上的一艘客轮 突然急转,随着一声巨响 4月号客轮发生测翻 但考虑到4月号的吨位 以及发生测方的位置 这本该是一起不会发生死亡事故的海难 才对就连船上的学生乘客们 都十分淡定的用手机自拍 记录翻船时的意外情况 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所有这些有利因素都被人为的隔断了 像是约号这样的大 通常需要3到4个小时才有可能完全沉没 因此船舱中的乘客有足够的时间来到船外 等候附近的救援船 但让人意外的是 船上数百名乘客 居然没有一个人自主逃生 反而还自顾自的有说有笑 原来在轮船发生测翻时 船里就一直在播放禁止离开的广播 理由是救援队马上就要来临 而最让人毁三观的是 在全球大小船只中 都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在发生海难时 船长和船员必须最后离开 甚至在船只不可避免的要沉没时 少数船长还会选择与船只陪葬 而4月号的船长和船员则一改常态 他们不但抛下乘客 甚至离开时连广播都没关 继续播放着禁止离开船舱的录音 此时附近海域的一艘名为 《杜拉高手号》的轮船 也已经赶到了4月号附近 但从4月号上掉落的集装箱等障碍物阻碍了轮船的靠近 他们只能派出小船前去救援 可当赶来救援的海员们靠近4月号时 却发现偌大的4月号上竟然空无一人 所有人待在船舱中 就在他们打算登船救援时 韩国海警船赶到了现场 但让所有人大跌眼睛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即使赶来的韩国海警非但不实施救援 还禁止《杜拉高手号》轮船的救援活动 之后就作弊上来 静静看着4月号缓缓沉没 但4月号撤翻 即将沉没的消息已经传到了韩国 附近的私人渔船纷纷赶来 三五十艘小船不断蜂拥而止 打算解救乘客 可韩国海警却以不得干预救援为由 制止了民船的救援活动 到了9点半 4月号的倾斜幅度已经超过了50度 可此时船上的广播依旧寻荷抱着 禁止离开船舱的录音 还特别提醒了暴躁的高中生们 让他们安静的待在各自的船室 等候救援 只有少部分调皮的学生为令跑了出来 半小时后 4月号的倾斜幅度已经超过了80度 海水开始往船舱中倒灌 船舱中的476名乘客 这才明白将会发生什么 他们完全想不明白 为什么船员禁止他们离开船舱 为什么近在咫尺的韩国海警 不仅不实施救援 还禁止民船前来援救 可此事已经为时已晚 强大的海流顺着狭小的船舱猛烈灌溉 他们已经完全无法离开 倒灌的海水也加速了4月号的沉默 仅有零星几人爬出船舱 韩国的海警们眼看着这起悲剧发生 却毫无作为 此刻旁观的民船也已经按捺不住 他们不顾海警的劝阻 奋力向前 将零星几名漂浮在海面的4月号乘客 救了上来 可此事已经为时已晚 短短十几分钟 4月号就已经彻底沉默 但没多久 更让人愤怒的事就发生了 11点韩国官方竟然发出消息称 4月号的全体乘客被救出 无人员伤亡 而实际上 4月号的476名乘客中 仅有172人活了下来 304名乘客葬身海底 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学生 更离奇的是 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槿惠 竟然在如此要紧的时间里 彻底消失了整整7个小时 那这7个小时里 他都做了什么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4月号彻底沉默后 足有304名乘客死亡 而韩国官方却宣称 所有乘客都已解救 无人员伤亡 韩国总统朴槿惠 朴槿惠整整消失了7个小时 直到傍晚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有传言称 朴槿惠消失的7个小时里 是去做了某种邪教仪式 而仪式的祭品 正是4月号上300多名学生的生命 虽然韩国官方不断辟谣 称是月号的意外 是船员的问题 船员以及船长都是新手 不仅没有受过专业的救援训练 船长更是临时上任 但在产案发生后 他们打捞出的证据 又指向了献祭这一阴谋 打捞局不仅从船体中 捞起了失踪者的遗体 还有完整的猪和鸡的骨骼 共计83具 可奇怪的是 当时的货物清单上 并未出现猪和鸡 更凑巧的是 韩国的传统祭品正是这两者 这种情况下 就有韩国媒体大胆猜测 4月号的沉默根本不是意外 而是人为制造的 其目的就是将乘客作为祭品 进行某种邪教献祭仪式 这种猜测也验证了 为何在海南发生时 船员和船长会抛下乘客 单独逃命 又禁止他们离开船舱了 韩国海警们禁止鸣船的 就说得通了 但猜测终究只是猜测 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 韩国4月号事件 普遍被认定为意外 不过可以知道的是 4月号确实存在严重的超载问题 甚至故意减少压舱水 只为装上更多的货物 且船员和船长都是临时工 并未受过任何的安全培训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如何疏散乘客 更不清楚在发生测翻时 该做些什么 而是月号测翻的原因也找到了 原因竟然是船毛没有收起 船只在高速航行时 船毛挂到了海底的礁石 导致船只的急转弯 最终导致了测翻 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想法 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 关于未知领域的惊人揭秘